梁家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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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席 施政報告往常對醫療一定會提一點點 不過一定通常的蝙蝠就不多 有效的政策不用蝙蝠 要很多可以相當簡單 特首先生,這兩年的施政報告 我見你 關於醫療方面 都沒有提出有效的方法 去解決市民對公營醫療 或者對醫管局最不滿 各方面的問題 就是輪候時間太長 想和特首簡單點 研究一下,舉個例 譬如急症室 真正的急症通常 都可以在三十分鐘之內出來 這個承浪做到沒有問題 很多朋友輪候 五、六個小時那些其實都是大量的 非急症 管理層和很多 很多議員朋友都會賴說是因為人手不足 提出增加醫科學生 招聘海外有限度註冊的海外醫生 要不就很長遠 招聘海外醫生 其實醫管局申請的那些 全部都批了 只是填補到少量的空缺 我想問一問特首 情況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急症室的醫生 每周工作是四十四小時 大概他們是開四日工 左右 私人市場也有很多剩餘的人手 只要醫管局 他肯推行多勞多得的公時政策 提供超時津貼 或者多請兼職醫生 就可以即時提供很多額外的人手 去縮短輪候時間 這件事我也問過醫管局 醫管局的管理層就說 他說要看政府政策 我就是想問一下特首 政府可不可以支持 或者甚至指令醫管局 去推行一個多勞多得的公時政策 任政長官 主席醫管局的工作 我們正在進行檢討 有了結論之後 我們一定會向社會 包括梁家樓議員公布 這個檢討是重要的 這個檢討是醫管局成合之後 第一次檢討 包括梁家樓議員 我們怎樣可以通過 如果有一個可能存在的話 通過不同醫院之間 他們的人手和資源 重新配置 使得不同醫院之間 他們的工作量可以比較平均 這個是一個 急症室的問題 大家都相當關心 我們現在分了急症的等級 同時也都希望呼籲市民 盡量避免濫用 急症室的服務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更加利用好 相信梁家樓議員會是關心的 我們怎樣可以用好 我們香港的私營的醫療資源 因為現在香港公私營並存 而且雙方都能夠發揮到一定的效用 是香港醫療制度的一個特點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用好中醫 大家知道我的政綱和過去兩年的施政報告 都有提到中醫中藥的發展 怎樣可以用好中醫 尤其作為基層醫療 即是一線前線醫療服務 他們的力量 中西醫結合 使得香港市民得到更好的及時的醫療服務 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 主席 不好意思 我可以跟進 梁家樓議員 先作簡短跟進 我剛才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就是醫管局說要看政府的政策 醫管局沒有說要檢討 他只是說要看政府的政策 我的問題就是問 政府可不可以支持醫管局 或者指令醫管局去推行一個多勞多得的公事政策 我的問題很清楚 我們一定會看整個醫管局的組織架構 以及他在我們的醫療服務系統裡面 他擔當的角色 然後我們去考慮這個問題